哈喽大家好,我是蚕猫,我现在在河北省苍州市 我要带大家去吃一个苍州人都知道的羊肠汤 羊的全身都是薄,然后苍州的这个美食呢 可以说是把这个羊肉的所有的地方都融合在一起 一道重口味早餐,我们去一探究竟 行吗?这啥? 你好,下头我给你挠出来 我来一勺帮你吃一下,那这块儿都拔出来了 哎呀,老板一样 行不这啥? 来勺着,来勺着 搞这个 他都搞得小 这一碗感觉好鼓呀 有闪子 介绍一下,这个就是羊肠是吗 这个是什么呀,羊宝,这个是羊肠 这个呢,羊杂 这怎么卖的呀 十到五十,十块十块 是什么 羊的雪肠,羊肠肠 羊的盘肠 嗯,这叫什么?你不认识 羊肠,羊肠 羊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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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Tails 这个就是胎盘是吗 对 然后这个呢 肠 对 哪个是羊鞭呀 没羊鞭 没有羊鞭 然后我们一起去要一碗尝一尝 有点重口味的羊肠汤 过来一碗二十块钱 OK 这个汤是一年四季 咱们这边都吃这个 对 对 刚才他说这个还分什么拐子什么 要拐条 宽的 就是分肥和瘦的 对 对 拐的是瘦的还是瘦的 拐的是瘦的 嗯 那我们也要瘦一点 要我都给你钱瘦点的 先来点羊鞭吃 这叫羊鞭 对 我们今天要 把每一样的都尝一下 咱们家今天这个 这羊汤是不要钱 是吗给免费加的 对 给免费 哦 咱们家这个汤是免费的 给你加的 你有多大岁数 看着挺年轻的 我还年轻 三十 没没到吧 啊 到了 到了 啊 过了 好 你在这卖了多少年了 十多年 十多年 对 羊什么都有 和这个一份 然后我们加一点香菜 然后我们加一点蒜泥 这个也是当地的吃法 切的就是一碗二十块钱 羊肠汤 以羊肠为主 然后里面还有羊宝 羊胎盘 还有羊血肠 我看很多人都点 他们家这个血肠 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名 辣椒 干辣椒粉 浓浓浓的一碗羊肠汤 哇塞 这碗汤好鲜呀 感觉大早上吃这个第一次 有点血腥 然后呢味道有点重 对 露香水族 然后这个就是 他们家的那个招牌 羊血肠 感觉有一点点腥 然后 跟那个 鸭血 鸡血的口感 完全不一样 就是 非常的 非常能稠的 这个口感 这个应该是羊 羊胎盘 我们看一下 叫做羊房子 我们看一下那个 羊肉跟肠子中间的那种口感 我刚才吃了一下 他家的这个肠子 到位有一点点的苦 然后刚才问老板 所以他们家常就这样的 是非常败火的一股肠 然后很适合冬天 这个季节吃 我觉得可以加一点点醋吧 如果要是觉得苦的话 中和一下这个苦味 我感觉苍州的这个醋 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 吃火锅鸡也蘸醋 然后吃早饭的话 羊肠汤正常的也会 加蒜泥和醋 非常有特点的味噌 一定要来尝一下 咱苍州必须是羊肠汤 我们开了三十年了 我们开了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一直是在这个位置 对 都在这位置 一家在外边 在岛边上 想在上午里来了 早中晚都有吗 我们是早晨到小午下边 就早晨几点钟看吗 早晨六点 六点啊 咱们家这个羊肠汤呢 是有很多年的历史 羊肠子 羊血船 羊房子 羊胎 羊饱 羊鞭 羊奶 都能学 都能学 可以学 更好 他们一天 都不 mantener 谢谢观看